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所有港区的包围 造成我们的地方十五年 还是国家经济发电中受害犧牲的托主 在这里设计人口有1.959人 赫索有1.530户 交通是最重要的 支付在18年至今年年轎 有粗菩作牵串议员的民意丢查 不过这是粗菩 粗菲 那时就有七星以上 我们的乡亲都会牵串 不过这都是粗菩的参考 不是法定 接着来是市政府一定要拜托中央 支持和中央合作 来跟我们的乡亲交通 了解大家的意见和诉求 如果大家也访意 每年开始就要挨握挨握挨握 来进行奉务 提出可行 都安 合理 这种配合的奉务 当然为了解大领土在过去的时间之内 因为四面都几乎都有很多地方被包围 这困境非常严重 因此才会有要解决这问题的几个选择 其中之一当然 今天我们要谈的 可能大家关心的牵串的问题 牵串其实在我来看 是一个迫不得已的选择 要把这事情做得圆满 非常不容易 非常多挑战 一定要想清楚 想清楚不代表这事情减党 如果我们真的是居民做决令 只要牵串的话 政府要认真地配合 把这种比较多 这是我们要做好准备 需要任意男青人的原因 当然啦 我们刚刚讲说牵串会造成很多人共同 即使少数人或少数人不愿意牵串 多数人想要牵串 这些少数人意见也必须要尊重 也不要思考 万一最后结果真的是不能牵串 那要怎么办 是不是我们要来究竟来改善我们的问题 这也是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我们两边的意见 都应该心 都应该思考 很考量 不要再有任何的特别的目的 做出事 接受来我们来讨论说 如果要牵串我们的牵串要安逸保障 那我们给我们做两点来讨论说 将来我们的资产团的部分 就是土地和最后的 这当然是我们以牵串的制度就是 与收费和金属保障 然后 然后我们最关心是我们的居住权的保障 不是说我们要牵串 要安逸 这是说到安置 我们的想法 对象大家 都会每个人丟臉的不一样 其实我们最主要的保障 是要照顾到我们 真真真正的 广播来看 保障台南的这些 这些的详境 所以居住是实就对了 再来是说 他有帮忙 他有好地 其他人是说 我跟他大年生的 是说是说 其他人 我跟他有好地在这里 所以 因为不一样的条件 不一样的身份 我们照顾不一公平 我们应该有不一样的 未来的安置 和保障和救责 这就有事有差别的 申请说 如果安置保障 其实我们目前 粗活的方向 有细节 我们希望说 能够 提供 它不一样 或不一样 丢队 不一样 输入的 我们的乡亲 来去选丢 所以 有四项 我们的奖奖 该随的一项 是说 你领主 严金 第二项 就是说 由我们来做一个 土地来 外相 土地 给大家去基地 第三就是说 大家 肯定大家去 我们去买 天生的家 事实上是说 由政府来 去 土地 来 配仇 让大家 配合 大家 关于地点 这个 其中 我之前有说过 这要跟 大家一起来讨论 或是 有时候想要找 大片的土地来 来团队 来富含 大家 以来说 我们 船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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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的 土地 其实是 没有那么简单 但是 目前现在 跟大家 报告 说 我们现在 有 悬 两地的土地 这是 我们 小港 在中 百云 两地的土地 这个是 过去 阿文港 我們前村的土地 實際是我們現在台銀 在附近這裡的土地 所以這是給大家報告的 這是報告的 創建的地 未來再跟大家做的 救援的好處 將近這個大家一所在 大家的心聲 市政府 這所謂的大陸也都去 做一些訪問 包括我們頂列辦 市長 邀請在這裡的 一個立長 我們的劉強主義 和國師 和市長的會長 因為我們最初步將來的意見是這樣 最美的反面的方便是說 我們講的千川,買千,不千 最重要是我們不了解、保障道通 買千,不千也是盡量 大家博物在鄉親事宙,朋友,大家的意見 後來,我們再來接著進行宣誌 跟方向,由搖槍,大家作為來找一個方式 這方式大家可以來教授進行業 第三 我們繼續跟高山找一個比較合適、可行的方法 大家比較先有新的環境 我們有新的事實上比較輕的運動 我們絕對是首宗目的照顧我們在地真的想 這個就是應付的人不是這些的工具 這個未來我們來拜託大家 大家做會我們來來看看 大領埠的問題其實從一剛開始就是國土規劃 產生的問題 所以既然從政我覺得應該就要有一點點政治擔心 那我會希望千春與否 我覺得在這個這個時刻 或者是未來任何的公開場合 只要提到大領埠千春的議題 我希望所有政府官員都應該要為國土規劃所產生的問題 道歉 因為大領埠這40年來沒有任何人關心過我們 然後只有在選舉的時候有非常多的政治人物進來 然後跟我們講了非常多要千春不見存 造成地方的失戀造成幽靈人口人出越來越多 我覺得應該要為這個地方負上非常大的政治責任跟道歉 除了要道歉之外我們要有很好的居住正義 所以在還沒有千春之前我們希望市長跟中央在這邊可以答應我們 就是禁止任何的災開發 還有就是對於環境污染的部分請立刻想辦法解決 沒有人會願意住在這樣子的地方 只有大領埠的人 因為我們很相怨然後我們很善良 如果要千春的話 所有千春的過程應該要公開透明 不是只是土地某一些地方分子 所有的居民他們有自己居住的權益 還有他們的財產還有他們對這片土地的關心跟捨不得 所以如果要千春請公布其成把方案端出來 不要一直在做調查然後一直釋放要求千春的訊息 讓大家覺得很像要趕快走走了 我家是住在鳳森裡 我對於千春這個議題 我覺得大領埠沒有千春與不千春的問題 大領埠的問題是適不適合人居住 因為你們一直在講說這裡的環境已經非常不好 然後每次調查 大家的民調也是蠻高的 當然也是有少數人他不想要走了 但是這是政府的責任 不是要我們居民去跟他們溝通啊 因為污染是政府造成的 大領埠的居民在這裡已經犧牲了四十多年了 我們沒有要求說千春之後 每一個人都變成很有錢啊 我們只是被人要求說 在我們早上起來窗戶打開 原來空氣這麼好 不是來將別人講的啊 要來吸毒就來大領埠這裡 因為這裡的毒不用錢 也不會被抓去關啊 我希望在座長官 因為這是第一次這麼大的陣仗來這裡 來傾聽我們的聲音啊 上一次是二十幾年前的五二六事件 相信大家都知道啊 我的親人也是被大家拿著警棍跟盾牌 驅趨的一份子啊 希望你們真正的聽 請聽我們這邊的意見 也會我們的下一代好好的著想 希望不要一直再拖下去了 我們真的是 對這樣的問題啊 大家都很厭煩啊 說要半千說 其實我們家通這個禮拜都睡不好 想到一個廣告 因為廟口最近還整修 花了很多錢 後面他還沒套體儲 一個房屋的廣告 台電過去一點點 中鋼只要兩分鐘 面對中油 座肉林海工業區 免費享用全天候煙囪有數百隻 適合身狀如牛 走投無路的人 你說自我調感的現狀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說我們一直在反應這個問題 四十幾年前 這個國一基業 那個時候是國家的徵收土地 一分堆一分堆 十萬塊 除以294坪 一坪土地 國家跟我們徵收 只有294塊 一坪土地 這邊在鄉親喔 有人土培 你爸爸說土培 去給國家徵收 前面兩坪的 領先一下好不好 有 大家看到 什麼為國家犧牲不是講好聽的 農地 漢地 有工作有土地 國家來的土地全部搶光光 工作沒有了 那個環境變得很差 那現在你在講 剛剛那個四個案子 我覺得更不可成立 等於說國家都去住不住 我自己買住 這個太離譜了 然後那個 這邊 林蘭東域區的官網 剛剛請地府公表 590家廠商 那麼他的 他的年產值喔 一年的產值 9136億 一個林蘭東域區錢 要跟他一條 他要跟他一條的錢 一個簽註案 可以拖那麼久 還說政府沒有錢 不曉得怎麼弄 我不曉得問題出在哪裡 那麼剛剛他們又在講說 簽註案 每一天都要討論 簽註案 其實是很無聊的 九二共事 國家有共事嗎 民進黨國民黨有共事嗎 政府的案子 自己都沒有共事 任務民眾有共事 這個是推卸承認 服務責任 如果你這些環境 能改善的 近其所能 你都做不到 真的沒有辦法的時候 你要動這塊土地 要好好的散待 這裡的民眾 要好好的規劃 那我最後結論是說 簽註這個議題其實是假的議題 條件才是真的問題 條件不好 人趴一個人就不是要走 白鴨 條件好的時候 不想走的 我跟你講 我剛簽註的時候 我是立委事件事 我進去拍 根本沒有訂職負 出兵 當水當地 你沒要走 我 你根本沒要做生我 最後是警察 50個人 為你一個人 你一個人都走不走 如果案子過了 你會跑不掉 未來你一個月 是要繳八千塊 還是要繳兩萬八 大家想要簽證 那我現在想說 今天政黨已經輪替了 我們要想 跟市長拜託 或者跟院長拜託 當時為什麼 總統要選你當院長 你們為什麼要從政 那為什麼我們國家要政黨輪替 為什麼要政黨輪替 希望大家 莫忘注重在這塊土地 我們要好好的經營 大家都住在這裡 我是代表我的爸爸媽媽 要來講出他們的心聲 他想要說 他想說 就住得好好的 是在繳什麼意思 如果真的要繳 你也要給我一個理由 是因為 建護備我們這塊土地 要是說 我們這裡就真的 沒辦法住人 這環境污染太嚴重 那如果是環境污染太嚴重 那政府有沒有做詳細的 居民健康檢查 或是這個環境的評估 有 真的如果說檢查出來 說這裡真的不會住人 那你是把研究報告 把這個研究的結果 跟我們講清楚 客觀的說明 那我相信 如果真的不會住人 大家也是自己好看出來 那如果真的要繳 其實最簡單的一輪 大家都會想說 有辦法做到一片我一片的路 這個利益幫你找好 這個人做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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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做不到 騙著說 這是不可憐的 不要讓大家在這裡集中 在這邊呢 我做了兩個承諾 第一個呢 就是 不管要要千分 政府都要把風機品質的問題 能夠加以改善 我從昨天 我從南投一路到嘉義 今天我到高雄 其實我其實也是心情很沉重 因為我認為 我們在冬季的時候呢 因為這個沒有風的時候 我們中南部地區 其實從北部地區 大概從新竹以南 整個的這個台灣 都是籠罩在一個 空氣污染非常嚴重的情況 那今天我來的時候 我發現高雄已經到了指暴的這個水準 所以可以知道 台灣的空氣污染問題 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所以剛才有一位提到的 就算是謙春的 假設我們不能夠 把污染問題解決 住在哪裡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有決心 要來解決我們的污染問題 要有系統的來解決 那當然 大領土這個地區 受到這麼嚴重的空氣污染 不管謙春 謙不成 謙得成 這段時間 我們只要淪坐的 我們一定盡量來做到 這點我跟各位來承諾 第二個 就是 如果要謙春 未來 各位 每一個人 整個的生活的品質 包含各位關心的 居住的房子 土地 以及有沒有權力能夠居住 這個部分都要從有考慮 所以從有考慮的意思 也就是說 不能比現在要更快 希望能夠比現在要更好才行 也為了各位 各位過去的時間之內 因為生活品質 因為空氣污染 因為工業性開發 甚至交通等等 所造成的衝擊 和生活上不變 甚至於危險等等 那這邊呢 為各位代表政府 表示歉意 我們希望呢 我們現在開始呢 把這個工作 能夠盡快地 把它能夠做一個改善 我們在這裡 以一舉功 來 感謝大家 以表達政府的太多 跟建議 謝謝